而俄乌战争现在俄罗斯升级他们的空袭力道 而且规模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 我们透过数字来看 光是发射的飞弹呢 这一波攻击就有127枚 那无人机的部分呢是出动了109架 那在乌克兰的部分总共有15个地区呢 是遭到了袭击 那这一波的攻击很明显是在回应 之前乌克兰的跨境深入俄罗斯本土的作战 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基辅当地非常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 一座发电厂的水坝也都遭到空袭被命中了 那现在很多人就担心 假如这个水坝真的倒塌的话 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因为附近它涵盖的这个范围很广 有很多的居民都住在这里 到时候有37亿吨的水直接蔓延出来 恐怕有数十万人都会被活活的淹死 波克里姆林宫也话讲得非常直接 他们说确实这就是作战的策略 就是要锁定能源基础设施 认为这是最能够呢给乌克兰致命一级的方式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赶快来向西方国家喊话了 他说那俄罗斯做这个行为呢 真的完全无法容忍跟接受 摆明的是锁定平民百姓 所以希望呢西方国家能不能放宽 他们使用西方武器去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呢 因为现在根据一些规范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那他认为呢在这个框架底下 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呢得到这个比较严厉 而且呢比较直接的惩罚 所以希望能够开放这个攻击的这种不同呢 不一样的这个新的目标 这样才能够提供呢足够的远程的攻击战略 也是最佳的反恐的方式 那除了呢他们现在向西方呢在呼吁之外 同时呢甚至也打算要用国产的无人机来进行全面的回击 导弹迅速划过天空 落入水中掀起巨浪 当地时间26号上午 乌克兰遭受来自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 首都基辅附近的水库被击中 这波行动瞄准乌克兰基础建设 基辅郊区一座发电厂冒出熊熊大火 酿成多地断电 基辅地铁站成了临时避难所 数千世民涌入不少人带着椅子或是干脆洗地而坐 爱犬宠物也陪在身边 孩子靠在大人怀里有人累到当场睡着 一群年轻人坐在地上一起哼着歌 原来他们是民族乐团成员 排练到一半来这里避难 干脆现场练唱 也让地铁站的气氛缓和不少 基辅想起空袭警报 天空中不断出现黑烟 乌克兰启动防空系统 击落了15枚飞弹和15架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乌军不能只处于被动的防卫状态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远程攻击能力 摧毁俄罗斯各个飞弹发射地点 乌克兰官方表示 这是自俄罗斯发动入侵攻击的 两年半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 造成至少7人死亡 包括基辅在内多个城市停电 上周六乌克兰刚庆祝完独立日 美国驻基辅使馆就发出通知 俄罗斯可能将发动一波飞弹 和无人机的攻击 俄罗斯持续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攻势 顿内刺客州的克拉莫托斯克 24号成为空行目标 这也是许多战地记者作为基地的城市 飞弹集中这里一家饭店 造成路透社采访团队的安全顾问 英国公民伊凡斯当场死亡 另外还有两名记者受伤送医 其中40岁的刘比蛇基尔迪伤势严重 目前还没脱离险境 他是乌克兰人 2022年开战以来就深入战地报道 还曾获得总统泽伦斯基颁发荣誉勋章 俄罗斯国防部周一表示 他们同步拦截了至少22架 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 当地电视台影片显示 一架无人机撞进了俄罗斯中部城市 萨拉托夫的摩天大楼 造成至少四人受伤 这也是现阶段乌军在交战过程中的利器 在哈尔科夫的无人机指挥中心 士兵正操作第一人称视角的FPV无人机 反制俄军的进攻 甚至将战线往前挺进了将近两公里 此外乌克兰投入研发的新型无人机飞弹 原面包能深入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攻击 这款新型武器的供应量 射程距离官方保密到家 只表示从2022年开始研发 每枚飞弹成本不到100万美金 而且正在努力降低成本当中 乌克兰誓言将用这款新型武器 为俄罗斯周一发动的大规模空袭 进行回击 TVS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总统大选现在贺锦丽看起来声势震旺 而川普呢好像有一些势头被压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份是媒体公司RCP做的最新民调 目前贺锦丽呢的支持度是48.4% 而川普则是46.9% 看起来相差其实呢没有特别多 不过呢能够从输到领先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那去分析贺锦丽现在比较受选民青睐的原因 主要是呢在这阵子的芝加哥的拳带会上建立一个女战神的形象 口条清晰 而且呢论述是很明确要打中产阶级选民甚至去攻击川普 那另外就是讲到战争以哈立场的部分 他相对是比较中立的 没有一些情绪性的发言 那在整个选举造势的上 选举造势的整个活动安排上 你可以看到请了很多大咖来帮他助讲 也确实成功拉抬到他的声势 而反观川普这一部分呢 为什么现在好像从一开始呢宣布副手范思 当时呢还这个整个人感觉起来意气风发 他现在好像呢是有一点点失去了本来的那样子的比较乐观的选情 主要是因为募款的部分落后了 我们昨天有提到呢贺锦丽在这一次的募款活动当中 是创下了一个美国选举史的新记录 那川普相对之下呢好像就有一点差强人意 那另外是呢人气慢慢在退烧 一开始跳出来选的时候很多人对他还有期待 不过这阵子观察发现他好像还是走那种大炮路线 现在攻击对手常常会口不择言 有些选民可能会觉得都已经过了八年 2016你是这样选的 现在怎么还是一样都没有长进呢缺点怎么都没有改进呢 那另外就是共和党内部好像没有像民主党一样 这种大团结的气势 在很多的重要的造势场合上 其他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并没有现身来力挺川普 所以党内会不会还有一些分歧呢 这个是外界在观察的 那就是整个选举的策略跟节奏其实好像也有一点点问乱 因为呢川普不要忘了之前他身上还背着这个封口费的官司 那甚至还有非常多的变数 所以呢整个选举的节奏好像已经被贺锦丽成功的切入了 另一点是他的副手范思 刚刚宣布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范思可能是川普巩固中西部铁锈带选民 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搭档但现在时间拉长来看 很多人去挖范思对很多的议题论述发现他好像有一点点立场 摇摆不够坚定所以反而范思变成了一个票房毒药吗 还有人在说选前要不要干脆拆搭 会不会换人来选比较好呢 那既然川普有这么多的缺点就代表贺锦丽一定能够赢吗 这个答案恐怕还是否定的 民主党内部的分析就觉得虽然很多民调看起来贺锦丽都是领先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看一些摇摆州的数据包括像是宾州啦 明尼苏达州等等 其实两个人几乎是不相上下几乎都是五五波的 那摇摆州又是决定最后谁能够胜选的关键 所以他们认为呢恐怕呢还是要继续来拼摇摆州的选情呢 千万不能够就这样子得意跟自满就松懈了 所以现在都在看呢有没有可能到9月10号 两个人辩论会之后呢直接站出来对决 选情会不会变得比较明朗一些 不过他们两位现在为了辩论会的麦克风问题呢 吵了起来 因为在美国的辩论会的这个一般来说的 一般的操作都是呢麦克风是全程都会开 你想讲话就可以讲 不过在上一次川普跟拜登的辩论的时候呢 是拜登阵营要求说希望这麦克风呢可以关掉 因为怕川普呢这个常常爱乱讲话 会打乱拜登的发言 那现在呢换成贺锦丽跟川普要辩论 反而贺锦丽阵营希望呢最好全程都开着 让两个人可以直接的对话 那川普反而希望麦克风可以适时的直接关闭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七十天 在民主党全代会提名副总统贺锦丽为总统候选人后 他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选战正式进入肉搏战 现在双方阵营开始炒预定九月十号 在ABC美国广播公司登场的辩论 在没轮到发言时麦克风到底要不要静音 原本的拜登阵营把麦克风静音 列为今年参加辩论的条件之一 为的是想避免这种场景 四年前这场辩论 川普打断对手和主持人上百次 被评为为美国总统大选创造新敌度 让川普打十分 如今拜登幕僚恐怕有些后悔 时空倒转 现在川普阵营希望关麦 贺锦丽阵营却希望全程开麦 甚至讽刺川普阵营 是怕他们的候选人撑不了90分钟 像个总统的表现 除了麦克风 川普对频道也有意见 本周贺川两阵营都瞄准关键摇摆周 贺锦丽将负倾向川普的超治亚州 展开巴士巡回造势 川普则要前往威斯康星 密西根河滨州 力拼把四年前拜登的篮墙翻红 川普出了基本盘 现在再获原独立参选的前民主党人 小萝卜甘乃迪支持 日前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都报道 小萝卜甘乃迪寻求跟贺锦丽会面 希望用自己退选背书来换取内阁职位 结果没有成功 但遭甘乃迪否认 现在他转向投入川普怀抱 川普po出两人连妹登台照 甚至写我们是美国史上 最强反当权派的候选人名单 让外界不禁揣测 川普是否有意用甘乃迪取代副手范思 甘乃迪原本有约5%的支持率 在五五波的选战中或许可发挥影响力 说到募款 贺锦丽阵营在上星期民主党全代汇州 就募得8200万美元 出马竞选短短35天 共计吸金5亿4千万美元 相当台币172亿 不过说到赚钱 恐怕比不过前总统川普 川普从卖书卖圣经到黄金球鞋 收藏卡什么都卖 不过台面下流入川普自己口袋的钱 恐怕更惊人 CN分析联邦竞选财务数据发现 超过150位议员候选人和政治团体 在川普相关产业 比如佛州的海湖庄园 花了数百万美元办活动 而这些大部分都是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人 不过川普一点也不担心 他利用美军在阿富汗丧生三周年纪念活动 另辟战场把贺锦丽与拜登政府狼狈 从阿富汗撤退划上等号 质疑贺锦丽有能力担任国家最高统帅 这次贺锦丽的募款当中 其实可以观察到蛮多科技巨头 都捐款给他的阵营 但是在之前选举当中 都捐给民主党的META执行长 佐克伯他已经说了 他今年选战不会捐钱给任何一个阵营的候选人 主因是因为2020他说他捐的钱都被共和党指控 好像都是在土地民主党 另外他也非常不满的是 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间不断向他的企业来施压 他说当时白宫就要求META旗下的社群平台 能不能对疫情相关的言论做一些审查 他认为政府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应该 所以他决定今年不要再参与政治相关的议题跟活动了 那拜登他正式退选之后 其实现在台面上的候选人川普年纪最大 他78岁了 那贺锦丽只有59岁 所以差距蛮多的 不过如果我们讲到年纪比较大的领导人 如果看看全世界的领袖 其实年龄在70岁以上的也不算少 像拜登我们不讲他退选了 那普京其实也年过70了 今年71岁 那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70岁了 另外是巴西总统鲁拉呢 也将近呢快要80了 已经78岁了 不过如果我们放到美国的整个政治环境 会发现呢 美国人还是认为年纪比较大 代表你的经验比较多 能够比较成熟去面对复杂的国际政经情势问题 所以年龄比较轻的话 反而会被认为呢 历练都不太足够 而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这个党内的 目前的氛围里面其实好像年纪比较大的一些 重要的政治人物都还没有退休 或者是呢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给年轻人 也导致比较年轻资浅的政治人物难以有空间发挥 美国大选终于定调由贺华配对战川泛配 目前两派人马的平均年龄差不多都在60岁左右 但相对于美国注册选民的平均值 明显还是高出一截 美国政治人物的平均年龄确实在已开发国家当中 明显高出一截 除了81岁的现任总统拜登之外 像是84岁的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等等 美国参议院的平均年龄甚至高达64岁 众议院的平均岁数也有57岁 美国有两个原因是因为美国有两岁 很多的肯定是我们在生活期望上的肯定 但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在公司上有老年纪的肯定 但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没有基于公司上的肯定 第一是 這是很困難 做辦公室的選項 專家認為 選民還是大部分都希望 有經驗的政治人物 在各行各業能夠呼風喚雨 也把相關經驗帶到政治圈當中 相對來說 這樣的門檻 沒有一定的年紀很難達到 但也同樣背負著一定的風險 需要一個政治人士 82歲的共和黨參議院領袖麥康納 就發生幾次在媒體面前 動作暫停的尷尬場面 儘管宣布辭去參院領袖的職務 但強調還是會做完 到2027年的任期 裴洛西也準備繼續繳築議員的身份 老人不退 本來年輕人政治籌碼就比較少 現在更難以擠進政治的窄門 我昨年有一個公司的訪問 特朗西是第一次總統的 總統的邦會 他特別討論了 為什麼會讓大家成為一個年輕人 要成為一個年輕人 一件事 你都沒時間 要建立経路 要建立聯繫 和能力的政策 為了投票 我認為 這個年紀的階段 也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對許多年輕人來說 與其在政治圈撞得頭破血流 還不如在私人企業裡 賺得口袋滿滿 我們看到政治學校 越長越長越長越 年輕的人 很多人都想進行業 想成功的領導人 他們說為什麼要進行政策 為什麼要進行政策 因為我還要等到75歲 來看這些重要的領導人 美國總統首次宣誓就職的 平均年齡是55歲 因此目前兩位候選人 都明顯遠高於平均值 因此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選擇跟39歲的范斯搭檔 希望能吸引年輕選民的支持 但顯然年齡也不是 選民最重視的條件 即將滿83歲的參議員桑德斯 就格外受到年輕人的喜愛 不同年齡段關注的議題不同 能掌握到關鍵議題 都有機會能獲得選民的青睞 TVVS新聞綜合報導 TVV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